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一次上山打猎就没有回来 据村里老猎虎说是摔下了悬崖 得饿狼给吃了 后来便与母亲和事相依为命 那一年屠山也才八岁 为了生活 屠山每日与母亲上山才药 砍柴卫生 屠山懂事听话 也很勤快 日子过得很是辛苦 村里有一个财主 姓刘 家里田地多 很多村民都是租他家的田地种庄家 何时孤儿寡母 劳动力有限 并没有租田地 母子俩日日上山才药 挖野菜 砍柴 柴火全都卖给张财主 再兑些粮食回来吃 药材 和野菜 就拿去街上卖钱 母子俩每天都很盲目 何时为了养育儿子 更是日夜操劳 时间一长 就把身体给累垮了 就在一次上山采药时 没有站稳 摔下山腰来 幸好附近也有村里妇人 再次采药 就喊来几个妇人一起帮忙 把何时轮流背着回家去了 又热心地找来大富桥 村里陈大夫细细检查了起来 说道 大妹子 你这腿伤着了 以后恐怕不能再上山了 何时一听 轻声抽气了起来 如果不能上山 以后母子俩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屠山立在旁边 知道母亲腿伤了 娘哭泣 肯定就是因为 以后不能上山才要卖钱才哭的 所以上前说道 娘 你别哭 儿子长大了 以后儿子养你 说着就拿起柴刀独自上山砍柴去了 母亲看着长得比 同龄孩子矮小的儿子 却要承担起养家的职责 心里钻心地疼 之后 何时便是缺了一条腿 别说上山了 就是在家行走 都是困难重重 不过为了生活 就找来一个拐杖 这样稍微也能帮忙煮个饭 家里的日子更苦了 毕竟屠山还小 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 砍回来的柴火也卖不了多少钱 何时知道这样下去可不行了 村里有个李娘子 手工女工做得好 平时就是接了活在家里做 何时便拄着拐杖 养了李娘子教教她 带带她 李娘子 在家吗 何时敲门喊道 李娘子开门一看 见何时拄着拐杖 立在门口 便问道 何家娘子 你这是有事吗 快进屋坐坐 李娘子扶着何时 进屋给她倒了一杯茶 也坐在一旁 与何时聊了起来 李娘子 我今天是来求你帮忙的 何时说着 就把自己想的事情说了出来 李娘子献何时家的遭遇 也是身表同情 便同意了 做针线活何时 也不是不会 只是没有客员 也不知怎么接活 而李娘子 在这方面做了多年 客员稳定 常常供不应求 所以之后 何时就在李娘子家 做针线活 转些钱买米吃 日子就这样过着 很快就过去了五年 此时的屠山 也是尝到了一个大小伙子 他还是每日上山打柴 不过如今 他的柴火也是很大困了 力气也大了许多 与普通侨夫一样 砍山一整天的柴火 然后一单一单挑回家去 屠山不仅勤快 还是个善良的小伙子呢 村里有个老奶奶 是个孤寡老人 生活没有依靠 屠山时不时就会送单柴火 过去他家 有时候还帮老人做些家务 村里人见了 都说屠山这人不错 自己家日子也不富裕 血还能帮助弱小 屠山家里的生活 经过母子俩的努力 也渐渐好了起来 不用再喂吃了上顿 喂下顿发愁了 何时见儿子长大了 也该把亲事提上日程了 毕竟家里辛苦 找媳妇的尽快 不然一拖年龄就大了 到时候媳妇就更难找了 所以如今拼命的攒银两 攒好了给儿子娶媳妇 山儿 你也年纪不小了 该娶个媳妇回来了 不过娶媳妇要一定的彩礼钱 来 娘这里有些银子 拿去攒起来 以后好娶媳妇 咱们家穷 得尽快 不然年龄大了 更是难了 何时说完后 就早早就找了村里王媳妇帮忙 让她无论如何都要帮忙 物色个勤快的姑娘 做儿媳妇 屠山拿出自己攒下的银子 数了数也快无两了 许个媳妇倒是勉强够了 但是也不知何缘故 王媳妇找了许多姑娘说何 可是姑娘一见屠山 个个都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屠山长的还是不错的 只是个头稍矮一点 这末些年 王媳妇尽心介绍了几个姑娘 她们都不愿意嫁给她 如今屠山也快二十岁了 王媳妇和娘子 你看这也不怪我呀 你看我找了那么多个姑娘 她们都不愿意 我也实在是难做呀 何时还得舔着脸笑着说道 她婶子 辛苦你了 不过还是得麻烦您 帮忙想着我们扇 我们不挑 姑娘勤快就行 何时一夜愁白了头 人也老了不少 这些年 日夜做着针线货 把眼睛都弄花了 现在做针线货写得非常吃力 每天也做得少了 屠山担起了养家的职责 每天早早就上山砍柴 因为砍的柴火太多了 留财主家根本就用不完 所以只能挑到街上去卖 心里对娶媳妇很是着急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才能娶上媳妇 她太想娶媳妇了 这样自己有老婆孩子热炕头 母亲也能轻松一些呀 有时候做梦都在娶媳妇呢 只是梦醒后 全都是一场空 屠山也变得沉默寡言了起来 因为没有娶上媳妇 在村里行走 总是给人指指点点 让她很是抬不起来头来 有一日 她卖完了柴火 准备回家时 却见一个算命贪钱为了好些人 有人算姻缘 有人算前途 屠山想着 要不自己也去算一算吧 看看自己这辈子是否能娶上媳妇 想到此 就摸了摸兜里的几个铜板 这是今天卖柴火赚来的 为了媳妇 也是豁出去了 拿出了五个铜板上前 此时摊位上也莫几个人了 大师 你能帮我算算吗 看看我及时能娶妻上媳妇 我的媳妇在哪里 屠山上前鞠李公对着算命先生说道 大师看了看屠山 沉思片刻说道 你很快就能娶上媳妇了 随后用手一指说道 那个就是你媳妇 屠山随着算命先生的手指方向看了过去 只见不远处的桥洞里 有个老婆婆坐在那里 正对着屠山笑呢 那个婆婆看起来有八十了吧 牙掉光了不说 满头银丝 脸上的皱纹身的如一道道勾曲 屠山以为算命先生是故意调侃她 找她取乐子呢 可是她觉得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有点生气道 大师你怎么能如此取笑我呢 那个婆婆这魔老了 怎么可能是我的媳妇 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 大家都不容易 说着屠山放下铜板正要离去 算命先生喊道 小伙子留步 留步这天机不可泄露 不管算得准不准 这样你这铜板你先拿回去 就当我这老头胡乱说的 说着就把铜板塞到了屠山手里 打步离去了 屠山看着她 一身先锋道骨 一看就是得到高人 只是她说自己娶个老企婆 怎么都让人匪夷所思 索性不想了 赶紧回去吧 这一天浪费了不少时间 得赶紧上山砍柴卖钱攒银子去 这才是正经事啊 过了几天后 屠山也把算命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卖去了 每天还是早早上山砍柴 有一日半夜里 突然听见母亲一阵喊叫声 屠山赶紧起来 正跑着去了母亲房间 发现母亲在院子里 她赶紧上前问道 娘 你这是怎么了 何时说道 刚刚听到院子里有声音 怕是有人来偷东西 所以我就起来看看 原来最近村里进了贼子了 何时也怕自己家被偷啊 虽然自己家一贫如洗 但是也是怕被贼子光顾啊 莫承想 何时出来后 没有看到有人 眼睛花 事物不清楚 就给半倒在地上 屠山赶紧把母亲抱回屋里 检查了母亲的伤势 进来 母亲眼睛越来越花 已经不能再做针线活了 所以便养在家里 闲不住的她 总是在院子里 忙进忙出 本来就瘸了一条腿 行动不方便 常常给摔倒 屠山劝母亲 不要如此 可是母亲说自己闲不住 总是想着帮忙多做点活 让儿子轻松些 第二日一早 屠山赶紧就把陈大夫请了来 给母亲看病 这摩西年 何时超负荷的干活 身体早就垮掉了 如今整日里胡思乱想 精神更是恍恍惚惚 时常觉得有人敲门 有人在院子里走动 陈大夫对屠山说道 我给开些药 调理下 你娘这病恐怕一时半会好不了 而且年龄也大了 身体日积月累累积下来的影集 一下都冒出来了 好好让她休息吧 屠山感谢陈大夫 并把她送出了院门 回来就赶紧煎了药 给母亲喝 母亲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 要喝下去了 也没有什么见效 陈大夫说是何时身体 已经到了油锦灯窟了 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一个月后 何时再也撑不下去 不过她死不瞑目 心理挂念的 始终就是儿子的亲事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 屠山伤心的把母亲安葬了 此时的屠山 整个人都要晕倒下去了 母亲为自己操劳了一辈子 如今自己成年了 却没有让她安享晚年 却早早就离开了自己 想起母亲的叮嘱 山儿啊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许个勤快的姑娘成家 这样母亲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每次想到这 屠山不得不振作起来 母亲生病 办理后事 银子也花了不少 现在又得努力赚钱 攒钱了 就这样 屠山又每天上山砍柴 有一日她看到丛林里 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 感到很是好奇 便走了过去 发现有一只大白蛇 与只蜈蜈蜈在恶斗了起来 不管是蛇 还是蜈蜈蜈 都不是她喜欢的东西 经常砍柴的时候 都会遇到蛇 蜈蜈之类的 她都是躲得远远的 不管是他们哪一个 只要被他们咬上一口 都有可能小名不保啊 所以 屠山看了一眼 就赶紧后腿 拔腿就要跑 突然 只听见一个声音传来 屠山 你别跑啊 快来救我 用你的柴刀 劈了那蜈蜈 快快呀 屠山一听 谁在说话 叫我劈蜈蜈蜈 那就是帮助白蛇 难道说话的是白蛇吗 自己究竟要不要帮忙啊 屠山有点胆怯呀 屠山 你还要不要娶媳妇了 想娶媳妇 就按我说的去做 快快呀 屠山听到此 赶紧反了回去 对着蜈蜈蜈一刀下去 就成了两劫 此时白蛇一个飞身 直接就把蜈蜈蚣给撕了稀巴烂 屠山献蜈蜈蜈死绝了 问道 刚刚说话的是你吗 白蛇说道 自然就是我 我每日在这山头修炼 你都看不到我吗 屠山一阵后怕 想了想说道 没有看到 算了 不跟你计较 你就是个呆子 日日只顾地砍柴 你的眼里只有柴火 哪里看得到我呀 说完正要溜走 屠山喊道 等等 你不能走 你不是要抱我娶媳妇吗 过几天 你的媳妇就会来找你了 说完白蛇就溜走了 眨眼之间就不现了踪影 出现了这小插曲 屠山只是傻笑了一下 就继续砍柴了 今天早早就砍好了一大捆柴火 现天色晚了 就挑着柴火回去了 回到村口时 天也暗了下来 村民陆陆续续从外面回来 只见他们都围在村口的老槐树下 一轮纷纷的起来 屠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把柴火放在路边 也上前瞧热闹去了 只见人群中有个老婆婆躺在地上 屠山定睛一看 好眼熟啊 哎呀 天哪 这不就是那个桥洞下的那个老婆婆吗 屠山想起那天在街头 算命先生说的话 正想拔腿就跑 莫成想 那个老婆婆却一把抓住他的裤脚不让走 小伙子 帮帮我吧 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吃饱饭了 好饿呀 我吃饱饭就走 绝不会纠缠于你 老婆婆断断续续说完 村民们都盯着屠山 劝说道 屠山你就把老婆婆带回去 做顿饭给他吃吧 是啊 屠山 你看婆婆就想跟你回去 就带他回去吧 我们就散了吧 随后村民陆陆续续都散了 走了回家去了 有的村民还是不时回头看看他们 屠山不时不愿意帮助婆婆 只是那个算命先生说的话 把他给惊着了 莫办法只好一边挑着柴 一边搀扶着老婆婆走回了家去 把婆婆扶到了屋子 然后就去厨房忙碌了起来 煮了白米饭 还煮了自己挖回来的野菜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饭菜 其实平时晚上不干活 一般都是吃野菜粥呢 只是今天老婆婆在 所以不敢让他喝粥 便煮了白米饭 随后屠山就把饭菜端到了屋里 又把老婆婆扶到桌前坐下 给他盛好了饭菜 说道 婆婆 我家穷 您就将就着吃吧 千万别嫌弃 屠山自己也盛了一小晚饭 吃了起来 吃饱饭后 屠山去母亲屋子收拾了一下 说道 婆婆 晚上您就住在我娘生前住的屋子吧 随后就把他扶进了屋子 第二日一早 屠山早早就上山砍柴去了 他以为婆婆会自己走 他说过了 吃饱饭就走的 没想到 屠山砍柴回来后 发现婆婆还在自己家待住 这让屠山很是纠结 又不好开口 赶他走 毕竟他的腿上有伤还末好 只好去厨房煮饭给他吃 老婆婆在屠山家一待 就是大半个月 腿上的伤也好了 屠山想着 他该走了吧 没想到老婆婆却说道 相公 你也别想着赶我走啊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屠山好无语呀 自己什么时候 成了他的相公了 自己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老婆婆自己八十多了吧 这怎么办 老婆婆哭着竖说着 说自己一辈子也没有成过亲 年轻的时候 很多男子每天围在他的身边 都想着与他成亲 可是就在他们成亲前夕 那些男子都陆续消失不现了 慢慢大家都说他克服 再后来 所有男子都躲得远远的 再也没有人愿意娶他 如今自己都八十多了 一辈子也没有成过亲 他不相信自己真的克服 所以希望屠山能够娶他 屠山心地善良 现老婆婆那么大年纪了 哭得伤心欲绝 看了心里纠结了起来 想了想说道 老婆婆那我就娶你吧 完成你的心愿 我也不相信你 克服 老婆婆一听高兴坏了 赶紧去了左邻右舍 把这个消息说了出去 这把屠山整懵圈了 他是想给老婆婆买件新嫁衣 然后在不惊动村里人的情况下 满足他的愿望 这样让村里人怎么看自己呀 他真有点为自己的冲动后悔了 老婆婆更是变息法式的 变出来了大红嫁衣 还有许多成亲用的东西 包括屠山的新郎庄都有 屠山觉得老婆婆是有预谋的 自己貌似上当了 受骗了 不过说出去的话 也收不回来了 三天后 他们一老一少 便在村民们的见证下拜了堂 尝了亲 送进了洞房 看热闹的村民 也陆陆续续回了家 按照习俗 屠山要借了新娘的盖头 然后喝喝紧酒 此时 屠山拿着乘杆发起来了呆 相公 磨磨叽叽干啥呀 快点借了盖头啊 这声音清脆好听 又好熟悉呀 是谁 究竟是谁 他赶紧接了盖头 一看 哪有什么老婆婆 就一个漂亮新娘啊 屠山愣住了 说道 你 你 你是谁 新娘子说道 我便是你的新娘啊 怎么 不满意吗 那个老婆婆呢 你把老婆婆怎么了 屠山问道 此时屋中出了新娘子 还有个白衣女子 屠山惊讶了起来 屠山惊讶了起来 你们 你们是谁 新娘子侃侃而谈 原来白衣女子就是山上的那条白蛇 而自己名叫阿霞 之前的老婆婆就是自己装扮的 原本自己是个采药女 有一次上山采药 遇到了一条白蛇 伤痕累累 奄奄一息 自己就出手相助 原来当年那条白蛇肚结受了伤 又遇到自己的宿敌蜈蜈蚣来算计 当时受了天雷地火 身体很是虚弱 幸好屠山跌在后山 把她救了下来 不成想被蜈蚣蚣反击 而摔下了山崖毙了命 白蛇身体很是虚弱 浑身伤痕累累 幸好又遇到采药女阿霞 阿霞见白蛇奄奄一息 身上有伤 便拿出草药来救治她 不久之后 那蛇便好了 白蛇又修行了多年后 才恢复法力 为了报恩 便在屠山砍柴的那座山守护着她 不让她被野狼 割种野兽吃掉 原来屠山常年砍柴 村子附近的柴火早被她砍完了 为了砍更多的柴火 她每日都是深山老林 那里常常有大虫 各种野兽出没 也是白蛇修炼的山头 所以便在修行时 日日保护着她 有一日阿霞去采药 不小心被一个恶霸尾随 想要毁了她的清白 恰巧被白蛇遇到 把那个恶霸给吓疯了 白蛇为了报恩就把阿霞救了下来 并带在身边修行医术 她见屠山与阿霞年龄相当 都是善良的人 所以白蛇就想着撮合阿霞和屠山 为了试探屠山 便幻化成算命先生 给她算命 告诉她 她的妻子是一个老乞丐婆 又让阿霞装扮成老乞丐婆 来到村口 让她带回家去 经过一系列的试探 白蛇和阿霞都觉得 屠山不仅是个孝顺 还是个善良的人 屠山听到此 也是开心不已 原来自己娶的 竟然是如此美貌的娘子 随后两人一起喝下了喝锦酒 化成白衣女子的白蛇 也随着一道白光消失不见了 婚后 夫妻恩爱 屠山还是去砍柴 只是现在砍的柴火 都是自己家用了 村里人见屠山媳妇一夜之间 变得如此美貌 都羡慕不已 都说屠山善有善报 那是她行善积德的成果 屠山 你家媳妇真是漂亮 你好有福气啊 邻居黎沈说道 每当这事 屠山都是傻笑着 当自己娶上漂亮媳妇时 就带着阿夏 去了母亲坟头祭拜了 她想 母亲在九泉之下 该明目了吧 后来 阿夏在村里开了一个医馆 平时给村里妇人巧病 药材都是得空石上山采来的 村里有个陈大富 因为是个男大富 很多妇人一些私密的疾病都不敢开口 如今有了阿夏 村里妇人有些小毛病都会来抓着些药回去吃 药也不贵 时候不舒服的症状都消失了 病也痊愈了 村民健康了 生活也好过了 还有一些妇人成婚多年为生育孩子 之前的话也不敢去看男大富 如今都会来阿夏这边调理身子 吃了汤药 不久之后纷纷都怀上了孩子 因此附近村子的女子都会慕名前来巧病 很多男大富不好看的病或者生育孩子方面的问题都来找阿夏 久而久之 阿夏就被村民称谓女神医 几年后阿夏身边多了几个孩子 他们从小便跟着母亲学习医术 土山看着媳妇又看着孩子傻傻的笑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女子从狗嘴救下喜鹊 喜鹊托梦 你亲娘要害你 别回家 宋朝时候 同川府西南的刘花村有个灭将叫陈三王 因为家中贫穷 长得有些寒陈 三十多岁了才娶了个老婆将士 而这个将士已经是三婚妇女了 他的前两个男人在前后不到六年的时间里相继病亡 村里人觉得他 客服都不敢娶他 陈三王一是不信那个些 二是向老婆想疯了 因此才不顾一切的找没人去说了没 捡了个漏 将士嫁给前两个男人时 都没有生育 嫁给陈三王第二年后 就给这小子生了一龙一缝两个双胞胎 陈三王高兴的嘴巴都喝不上了 然而想到家中的经济条件 他又是愁死了 这时陈三王的老娘国士就悄悄对他说 周木匠生了三个带把子的 一直不是想要个女儿吗 你何不趁机送一个出去 国士重男轻女 早就想抱孙子了 他让陈三王送的 自然是那个女婴 陈三王不想给自己增加负担 自然也不想要那个女娃 赶紧就去找将士商量 将士同样是个自私 不负责的人 他既不想要自己的女儿 又不想白白把他送人 于是就让陈三王 以十两银子的价格 把他卖给周木匠 陈三王为了增加收入 心头也是这魔想的 于是 当将士道出他的想法后 二人一拍即合 这还真是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啊 周木匠本名周文 五十多岁 在那个都想要儿子的年代 他却想要一个女儿 遗憾的是 他老婆流失 身体不好 再给他连上了三个儿子后 再也无法生育了 周木匠爱妻妾妾 又不好再娶小妾 要女儿这事 就此搁置了下来 不过 他却经常向人流露出 想抱养个女儿的想法 这些年来 也有好几户人家 想把多生的女儿 送给周木匠抱养 但是周木匠一个都没瞧上 而陈三王抱着女儿 去周木匠家里走了一圈后 周木匠当即拿了二十两银子 把他女儿抱养了 从此取名周元元 不久后 周木匠在城里开了个棺材铺子 发了大财 他便在城中买了房子 添置了家当 举家前往城中了 光阴荏苒 一晃十六年过去了 周元元出落的亭亭玉立了 这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爹娘是谁 而周家 一直把他当掌上明珠般宠爱 一日 周元元正在房中刺绣 丫鬟小菊忽然神色匆匆地进来禀报 小姐 老爷让您赶紧去客房一下 有什么事吗 他自己怎么不来呀 周元元十分诧异 老爹每次有事的时候 都是亲自上门找他 这次怎么不一样了 小菊皱着眉头道 可能是因为他在接待客人的缘故吧 想起那个浑身发灼汗臭味的乡下客人 小菊不由得捏了捏鼻子 周元元听说有客人来了 这才放下手中活计 跟着小菊一起到了客房 客房里 周文正陪一个穿着破旧 身材有些勾搂的男子说着什么 献周元元进来了 那男子慌忙转身 将灼灼的目光投到了这个漂亮不凡的少女身上 周元元被看得一阵不自然 不由得趁了那人一眼道 哪来的老汉 怎一直盯着人家年轻姑娘看 好不知羞耻 你 你是元元 那老汉忽然开口 眼中大放一猜 此时 一道古兮之年的周木匠 不由得冷咳两声 别了周元元一眼道 元儿 不得无礼 明明是她无礼在先的 周元元不由得掘了掘嘴 那老汉 哈哈 两声 咧嘴笑道 没想到 元元长这磨 高这磨漂亮了 我这个当爹的 也知足了呀 什么 爹 周元元一惊 当了那老汉 两眼又道 你胡说什么 你给谁当爹 你呀 元元 难道周老爷没有告诉你 你是他抱养的吗 我才是你的亲爹呀 那老汉正是陈三望 他一点也不客气地说道 周元元听了这话 更是火猫三丈 没想到周木将这时竟点点头道 他说的没错 元儿 你确实是我抱养的 他才是你亲爹 什么 自己竟是抱养的 周元元一脸的难以置信 泪汪汪地望着周木将道 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周木将看着穿得破烂 却是满脸期待的陈三望 话到嘴边 不知该如何开口 陈三望则厚着脸皮说道 是这样的 十几年前 周老爷特别想要个女儿 他借你长得乖巧伶俐 就让我把你送给他抚养 而我和你娘 因为担心你吃不饱 穿不暖 就忍着痛 把你送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个陈三望还真会 说话 啊 简直是处处为别人着想 周木将不想让周元元 知道事实真相而难过 便复合心地点了点头道 没错 是这样的 元儿 现在你知道他是你亲爹了 快给他行个礼 爹 您这是要赶走女儿的意思吗 周元元泪眼婆娑地望着周木将 并不是因为他爱上了眼前的荣华富贵 而是这十多年来 他已经对周家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元儿啊 这里就是你家 我和你娘都希望你在这里住一辈子 周木将慌忙解释 陈三望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来带周元元走的 也赶紧到明了他的来意 元元 我这次找你 实在是迫不得已 只因你亲娘得了重病 可能活不长久了 想见你最后一面 还请你和周老爷恩准 随我去村里见见他 以前怎么就没想过来见我家小姐 都要死了 觉得心里愧疚 才想来见他最后一面吗 丫鬟小菊听了三人的对话后 不由得为周元元打抱不平 陈三望红住脸 狠狠弯了他两眼 那样子好像在说 你不说话 莫认当你是哑巴 放肆 不得无礼 周木将见陈三望一脸难看 赶紧呵斥了小菊一句 小菊赶紧埋下头来不知声了 周元元则将求助的目光 投向周木将 那样子彭扶在问 我是当去还是不当去呀 周木将自然窥破了爱女的心思 便吟声道 生育之恩不能忘 元元 你备些礼品 去见见你亲娘吧 我听爹爹的 周元元虽然从小被宠爱 但他乖巧 懂事 听话 于是他按照周木将的指示 备了些礼物 带了些银两 乘了辆马车 跟着小菊和陈三望一起 去到了刘花村 僵尸好像是病了 躺在床上 把被子裹得十分严实 但他脸色红润 气息平稳 又不像是大病之人 他见周元元不仅来任他这个亲娘了 还带来了礼物和十两银子的见面礼 那简直高兴的嘴巴都喝不上了 在此期间 陈三望又把亲儿子陈琳叫出来 与他妹妹相认了 陈琳不喜欢读书 从小就跟那些纹固不羁的少年鬼混 以至于长到十六岁时 看起来就流里流气的 完全不像个好人 只见他用不怀好意的目光 将周元元看了好几眼 便将陈三望拉到半边问道 爹 他真是和我同胎的亲妹妹啊 啊 当然是了 如假包换 陈三望振振有词 暗地里不由自主的对江士 竖了个大拇指 陈琳听说周元元是自己的包妹后 对她的眼神也莫那么热烈了 不过看向小菊的眼神 却又多了一分银血之意 小菊看到陈家的寒酸样 尤其是看到陈琳那不怀好意的目光 心中就充满了惬意 赶紧小声对周元元说道 小姐 时间不早了 咱们该回城里去了 嗯 我也正有此意 周元元对陈家梅诗魔感情 叫了江士一声扬 跟他客套了几句后 便告辞欲走 陈三望和陈琳两父子 却在这时 非常热情的刘二人吃了晚饭再走 小菊察觉到那个陈琳没安好心 便一个劲的给周元元使眼色 示意她不要答应 周元元可不傻 自然也看出了些端倪 于是无论父子如何挽留 她都带着小菊执意离开了 等二人一走 江士翻筋斗就从床上爬起来说道 哎 没想到这丫头竟长得这么漂亮了 将来她要嫁人的话 周家肯定要收一大笔才礼钱啊 娘 你才是她的亲娘啊 这才礼钱 应该你收才是 陈琳看着那白花花的银子 立马爱不失手地把玩起来 陈三望不由地叹了口气道 哎 毕竟不是咱们带大的 如今她能回来与咱们相认 已经很不错了 怎么还敢奢望 得到她嫁人的财力钱呢 江士咬着牙 转着阴冷的眼珠子道 不管怎么说 她是我生的 就算要嫁人 也得给我点财力金才是 说的也是 周家现在付的流油 咱们必须想办法从人身上 多搞点钱出来 陈三望道 陈琳眼闪阴冷的寒光道 我道上的朋友多 不如趁她现在回家之际 在路上劫了她 让那个周老才拿中金来赎她 这是万一被官府的人抓住 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万万使不得 咱们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陈三望的一句话 及时打消了陈琳的邪念 这日傍晚 周元元回到了周家 刚迈进大院 她忽然听到 远墙东北角的角落里 传了一阵凄惨的鸟叫声 好奇心不由地驱使她走进前一看究竟 这时她才发现一只受伤的喜鹊 从墙头掉下来 无法震翅高飞了 院中的那条大黄狗 瞅准了机会 想要把它吞进肚中 美美地饱餐一堵 还好 在这个关键时刻 周元元把黄狗呵斥住了 及时救下了那只喜鹊 为了不让她再受到伤害 她把她带进归房里 悉心照料 如此递过了半个月 喜鹊翅膀上的伤好了 又可以震翅高飞了 周元元把她放到窗口 让她自由飞去 那喜鹊在周家大院盘旋三圈后 当真飞走了 这天下午 将是忽然带了一只老母鸡 找到周家来 向周元元和周木匠一家 表示感谢 周木匠夫妇盛情款待了她 眼见着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便又留她在家中住宿 将是当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就这也 就顺理成章地在周家住了下来 为了笼络感情 将是亲自去周家后厨 做了桂花糕 殷切地送到周元元房里 然后又趁机跟她聊天 说些乡下的趣事 把个闷闷不乐的周元元 逗得十分开心 将是见机会来了 便对周元元说道 元元我儿 实不相瞒 老娘我这次病好了 除了来向你你们表示感谢之外 还想请你们帮我找分挣钱的差事 哎 你哥哥要娶婆一了 可是对方却要二十两银子的彩礼钱 我和你亲爹东拼西凑 才借了五两银子 加上你上次看我给我的十两银子 也还差五两 剩下的五两银子 我可以帮你们凑齐 周元元似乎看出了 僵尸的醉翁不在酒之意 便脱口二道 僵尸故作尴尬地笑了笑 元元我儿 你现在给我五两银子 以后我遇到什么难事 你总不能再给我五两银子 这样五指经地给下去 你受得了吗 我听人说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你还不如趁机帮我在府里找个活干 让我一直有钱证才好啊 言之有理 周元元点点头便道 那我明天给这边爹娘说说 好帮你找个轻松活作 僵尸听了这话 眼睛都笑眯住了 第二日一早 吃过了早饭 周元元当真把这事给周木匠夫妇说了 周木匠心善 自然没有拒绝僵尸 给他找了个专门在厨房帮做饭的活 承诺每月给他一两银子作为报酬 不得不说 这份高工资是看在周元元的份上 周木匠才舍得给的 僵尸听了 自然又是感激不尽 为了增进于周元元的感情 僵尸这老婆子 每日干完了活计 便会带上些他亲自做的糕点 去找周元元聊天 经过半个月的相处 这母女之间的感情 确实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周文二儿子周进 是个读书人 经常在后院读书 他时常听到僵尸传来的爽朗笑声 就觉得这个婆子心怀叵测 多次提醒周木匠夫妇 包括周元元 让他们提防着他点 周木匠为此多了一个心机 暗中观察了将是好几日 却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 慢慢的也放松了对他的戒备 而周元元本人心底纯洁 善良 自然也没想过他亲娘会钻祭他 不久后的一天下午 陈三望进城找到僵尸 表明儿子陈林的婚事 基本定了下来 第二日一早 还要跟女方父母商量结婚的一些事宜 因此让僵尸请假两日 随他回乡下走一趟 僵尸极力邀约周元元前往 周木匠担心周元元在乡下住不惯 便不同意他晚上去 僵尸又不死心 便说第二日一早回去也可以 反正就是要周元元陪他回乡走上一趟 周元元末奈何 只好同意第二日一早陪同前往 当夜周元元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他曾救过的那只喜鹊 忽然飞到他面前说道 你亲娘没安好心 安忍 明日千万不要去刘花村 这个怪梦就在第二日天亮了 周元元都还记在心中 虽然他不相信鸟兔人鱼这种怪事 但他还是多长了个心眼 当日周木匠雇了辆马车 又送了些鹤礼 让僵尸一并带回村里 于是陈三望夫妇 周元元小局四人 又坐了马车到了柳华村 四人刚到家 周林就迫不及待地位周元元送上一杯热茶道 元妹 赶了这抹远的山路 一定渴了吧 快喝茶 末世献殷勤 飞奸击倒 小局觉得这个陈林不怀好意 便一把抢过那茶杯道 我先替小姐喝上一口 请随便喝 陈林眼瞅着小局将一杯清茶喝完 便有笑眯眯地问 摸问题吧 你也不想想 元元可是我的亲妹 我就算再有坏心思 也不可能害她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知道你会不会在下一杯茶里 放些不干净的东西 小局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这时周元元确实渴了 陈林赶紧又倒了一杯热茶地上来 这次小局再没有阻拦 于是周元元端着茶杯 随口就喝了起来 结果半杯温茶刚下肚 他就觉得眼前一黑 瞬间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了 小局现了 顿时脸色大惊地指着面前三人道 这茶里果然有东西 你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呵呵 我给你的第一杯茶 倒是没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妹妹喝的这杯 里面确实放了些不该有的东西 陈林一声坏笑时 陈三望已经从小局身后飞出一掌 直接把她打晕了 这时 一个穿着华服的花花公子 从里屋走出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周元元便道 这小妞尝得还真不赖啊 哈哈 小林子 这次你立大功了 本公子可以赏你黄金十两 黄金十两 那可是笔巨资了 陈林和陈三望夫妇听的这话 脸都快笑烂了 尤其是事情的始作俑者陈林 更是连连向着花花公子道谢道 谢谢曹公子赏赐 这个曹公子真名曹让 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 只要哪家有漂亮好看的女子 无论花费多少银两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她都要千方百计 把她搞到手 陈林这个败类 早就听说了曹让的名号 也早知道了自己有个漂亮妹妹的存在 于是在听说了曹让正悬赏巨额赏金 寻求美女共度一夜凉消的消息后 她就连同陈三望夫妇 来了个一件双雕之计 首先她让陈三望夫覆卖残与周元元相认 在此她让江氏打入周家 与周元元熟络感情 最后 这次再让江氏把周元元骗到陈家 好让曹让来宴火打赏 可惜的是 天算不如人算 聪明的周元元 在离开周家之前 就去找了她在周家的三个哥哥 让他们暗中帮忙 而周家三兄弟 可比陈林这个亲哥哥靠谱多了 他们骑着快马 带自各自的随从 暗中跟随马车到了刘花村 当曹让抱了周元元 陈林抱了小菊 准备进屋形步轨之时 众人便一窝蜂似的杀了进来 最终 陈三望夫妇 陈林 包括曹让和他的一个狗仔 不仅被周家兄弟 打了个鼻青连肿 还被他们用绳子绑了 扭送到了衙门中 到了衙门里 这些家伙又吃了一顿账兴不说 还各被罚了五十两白银 这还真是 偷鸡不成十把米 啊 编后于 陈三望 将是作为周元元的亲生父母 他们在生下他后 不但没有养他 还以累赘为由 推卸责任 将他卖给周家 这重行位实在让人感到可耻 即使周元元长大成人后 这对贪婪的夫妻 竟又想拿他来做摇钱术 于是配合儿子陈林 千方百计算计周元元 这样的亲生父母实在让人神共愤 其实 现实世界里也不犯这种小人的存在 足以让人警惕 说了小人 再来说说好人 周木将夫妇一直拿周元元当亲生女儿看待 这份恩情实在比天还高 而且他们还多次帮助陈三望夫妇 这样的好人 现实世界里也是存在的 这种人就活该他们发财 活该他们幸福啊 周元元善良 正指 无意中就了一只喜鹊 也让他在关键时刻 得到了神灵的庇佑 得到了众哥哥的相帮 而陈林这个坏蛋 机关算尽 最终却把自己送进了淋雨之中 真可是 自作孽不可活啊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再见